禁聚令 我們都確保 我們是適合 所以其實本來今天是有更加多的人 是很想來參與的 但是無奈 都是因為聚責四人這個問題 我們都盡量在公眾地方 因為現在這個是公眾地方 就保持四位人 四位人 在過去我們見到第一輪的所謂的抗疫基金 有300億 其實就完全沒有考慮過 一班專門做一些的舞台 或者一些所謂的展覽 最主要是展覽、婚宴、那些佈置的同工 我們見到很多這一類的朋友 亦都是所謂的炒散 或者是freelance 即是說你真是有公開了 你才有良心 在這個疫情這麼嚴重的時候 大家都會見到 無論是會展 無論是亞博 無論是紅館等等 其實全部都已經停止了所有的展覽 所以展覽業的朋友 其實在這段疫情的期間 很多都是零收入的 是完全歸零的 但是政府在這方面 有沒有對他們作出任何支援 在過去是沒有的 所以今天才有這個遞信的儀式活動 希望張建聰司長 他身為這個抗疫基金的主持人 或者是一個建議人 一定是要照顧這班的朋友 我們接下來就交給工會的朋友來講一講 大家好 我是香港事業人員工會的主席 我想說 其實自從政府發表那個抗疫基金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深深地了解到 其實政府對我們這個行業的認識度非常不足 除了他們所說的支援抗疫基金的一部份增壓 它支援匯展 支援貿法國 支援亞博相關的展覽之外 其實它已經深入了很多很多這個行業裏面做事的福光 我們這個工程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都是程業員 其實絕對不只是在關於這幾個大現場所 甚至不是關於貿易 或者是藝民界所相關的行業 或者是台灣的人事 其實我們整個行業 由展覽的主辦機構 由場地提供者 由去插畫 甚至到後期我們宣傳台燈聲 所有的工廠人員 甚至是裏面的清潔人員 鋪地邊的人員 那這幫人其實在政府的眼中是屬於甚麼呢 我們這個行業究竟有多少人 政府其實知不知道 為甚麼這個抗疫基金是可以cover到一些所謂 和政府相關 或者是有關係的機構 或者是團體呢 那我們省工 除了一些長工可能有保障 那省工其實對於政府來說 又是不是一個適合 或者是需要去幫助的地方呢 政府之前提供了一個7500元的抗疫基金的援助 那其實這個7500元就 我們香港現在 今次 今次可以生存 可以生存到多久呢 我們聽到很多很多的會員 或者是同意和我們求助 他們現在根本完全是首庭 首庭 由疫症爆發 那至今由1月開始 其實基本上所有的大小型活動 商業活動 展覽都很幾乎是全部停擺 那是到現在4月 那4月這幾個月裡面 政府做過些甚麼 那其實我們是不是需要去關注一下 那這群人工工 我們已經很多人是首庭 口庭 沒有糧出 沒有飯開 轉行轉不到 甚至所謂的轉行去送外賣也好 炒散 清潔 搬運的 其實整個大友人隊也不是絕對 好像大家心目中所想的 可能是小到無份 甚至是我們的團隊裡面 也有很多已經是平生 流生 半生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今天的行動 可以令到政府更加著實地去面對 我們這個行業的問題 不要令到我們這個行業 因為今次的疫情已清洗 或者甚至是這個行業可能已經不會再次存在 好 我補充幾點 就是第一 不是他們不想上班 是不能上班 原因是因為政府已經取消了很多人的展覽 剛才說過了 無論是會展也好 無論是亞國會也好 他們就算有任何的支援 都是可能是沒有在公司 但是不要忘記有很多散工的 是很多真的 譬如你說分業特別是 可能在那裏 你說整花球 插花 場地佈置那些 現在很多的分建都取消了 再加上政府現在加上這個限聚令 結婚你都不可以多過20人 更加是不可以提供餐飲 那你想一下 這些場地佈置如何為生呢 那種種的原因其實都是因為政府制定了一些政策 落實這些政策一些的規矩 一些的法例 而導致到剛才說的種種的不同的餐飲 的場地啊 佈置啊 展覽等等 是全部停了 但是完全沒有考慮過身邊這一班 就是做場地佈置的一班的朋友的生計 所以這次所謂的保留實維呢 你就不要假裝見不到了 這次也已經告訴了給你們聽 所以張建宗呢 你就千萬不要再 假裝事而不見了 OK 那麼有請政府代表 製灰winning主要支出 製灰大龍